圣经德行是一个处理生命和发挥生命的教导 它有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就是活在神的爱和计划之中 大家一起说 活在神的爱和计划之中 很多时候基督徒觉得自己跟神很远 或者神真的帮我 深信圣经所应 神真的在爱我们 真的在我们生命有计划 第二就是处理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一起说 处理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第三就是发挥生命 发挥生命 其实很简单 都是圣经的教导 就是把圣经系统性放在一起 因为有时候人们看到圣经 很多东西叫我做 都不知道做到哪样 做到哪样 好像不知怎样才能走到神的路 那 兴生德性是 简单将神要我们做的事 简单说出来 第一就是活在神的爱 饱得神的慈爱和在祂的计划之中 就是深信我们是被爱的 神有计划要祝福我们的 第二就是处理生命中所有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曾经讲过几样的 一个就是不要被人影响 不要被环境影响 不要被世界价值观影响 不要被罪影响 怎样性过罪 所有罪可以得性的 有这个得性五步曲 得性五步曲 第一就是敏感这个罪 或者负面思想 或者任何负面的事情的影响 大家可以记得一样的 就是敏感 一起讲 敏感 即是敏感到 不是过度敏感 是敏感到的人 第二就是深信的破坏性 一起讲破坏性 第三 用圣经处理 用圣经处理 即是圣经教导 罪有破坏性 信任情欲杀中必同情欲收败坏 我们如果犯罪是被魔鬼留地暴 即是圣经讲了 或者负面情绪影响我们 用圣经处理 而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用被人影响 即是我们选择不被人影响 我们选择处理所有的问题 第四就是亲近神得力 一起讲 亲近神得力 第五 选择顺服神 选择顺服神 很简单 其实这个是圣灵在你生命中做工的方式 我是将它写出来的 大家经历的会是一样的 第一 敏感到太太 很多时候圣灵提我们 但我们自己可以主动地敏感 一起讲一下 敏感 第二 破坏性 破坏性 第三 用圣经处理 第四 亲近神得力 亲近神得力 选择顺服神 选择顺服神 那真的可以有些罪念 立刻处理 别等到罪念意念留在心中很久 一有负面 立刻处理 别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有生人 立刻处理 立刻复免耶稣 要拒绝生人的意念 他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生他 我是祝福他 如果我做错 就原谅 这样我们就处理了 然后呢 接着就讲到 处理一切伤害 我们刚刚说了 今次就讲到 处理性情上的问题 这个 性情上的问题 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 他一级已经很厉害了 我接受这个速度 有些改变 我已经欣赏了 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容易发怒了 可以鼓励大家 基本上 人的情绪和性情上的问题 如果你细心分析 当是第二个人 你一定会分析到的 就是当那些人不是你 有第二个人 他说我见到那些人 就很厉害了 那你懂得劝他的 你说 他的问题 你需要很厉害的 不用很厉害的 你放松一点 慢慢来做 柔和一点 你要懂得这么劝他的 但是自己 就不太会劝自己的 你看他这么坏不行的 就是柔和不了 就是柔和好用的 就是要 骂醒他才行的 那我们自己呢 对自己 就比较难处理了 那另外就是 事情不顺利了 有时自己做错事 或者一些人不顺利了 但是我们接受 其中一个是接受 失败不重要 你跟我一起说 和耶稣没有宣告 失败不重要 只要我继续做得这么好 就可以了 继续努力去改善就可以了 继续努力去改善就可以了 人做得不好不重要的 走过巴士不重要的 走过巴士不重要的 下一班会来过的 下一班会来过的 我生日世上 做一个是第二次机会的 失败了这个机会不重要 下一次做好一些就可以了 下一次做 用这个轻松的心 就很简单的 那些事情不用今天做完 那如果不顺利 不重要的 譬如你做了做 做一件事 做完做错了 哎呀 好激气 好愉快 学一个教训 下次小心一点 人生都会有做错 以前有没有做错的事 有没有买错过的事 有 最重要是以后不要买错 以前买错的事 以后不要买错就可以了 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就不是一件大的事 但的确我们会做错的事 那我们接受的时候 心就不会激气 或者走了车 不会那么激气 老妄 另一个正常不老妄 很急 很随意做事 没有想清楚了 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 尽量写下一些东西 想清楚 找一些人一起去商量 其实很重要 商量很重要 其实我会这样说 在处理事情上 我都算是很有智慧的 真的 不是跨越神的工作人身上 但我依然觉得我会看漏东西 所以我一定会找人谈 我会找同工谈 找我太太谈 就是我会接受 我都会有漏望的 我们一起宣告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都会有漏望的时刻 我都会有看漏的事 我都会有看漏的事 我愿意和人一起商量 我愿意和人一起商量 一起处理 一切处理 事情是会做得那么好的 我当去讨告 已经有神 神会给我们处理的方法 神会给我们处理的方法 就是当我们这样处理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免去很多漏望的事情 我都是有个急性格 我很想快点立刻做 那我太太提醒我 慢点先 想清楚先 和人说清楚先 每一棒的声音 就是告诉别人 要做什么 和他商量一下一步 我商量了先后才去做 另外有些人就是多仇 多仇如何处理呢 现在讲到不同的性格 如何处理 如果大家不是这些 是另外一些问题 你可以想着 你现在问我都可以 多仇如何 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多仇 诗篇四十二篇 讲到这个渴慕娱乐 渴慕溪水 都讲到他们 他们在备老的地方 心就很忧伤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心就很忧伤 人都会有忧伤的时刻 那我们怎样能够去处理呢 处理方法最主要就是 我们明白我们有忧伤的地方 而接受人会有忧伤 譬如 亲人离世会不会有忧伤 一定会的 这是正常的 事情做得不好会不会有忧伤 会的 教会有些人离开会不会有忧伤 是会的 问题就是你不会有忧伤十年 你会有忧伤 但是我们会处理 接受自己的忧伤 但是是有处理的阶段 当然有些人可以处理得这么快 然后最重要 我们为何可以处理忧伤 就是因为神有最好的计划 神的计划最好的 最美善的 我们跟同神 必然的路是越来越好的 事情会更加 解决得更加好的 和人关系更加好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些事情不好 而不开心了 我的情绪 我都告诉大家 我其实是一个好情绪稳定的 但是我都发觉有时醒了 自己无点白事会不开心 这两个人 从来没有试过 醒了自己会不开心 即是自己醒了 自己会不开心 有没有人是没有这种问题的 有没有人 没有 就是人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都不知为什么 是吧 我都接受我都会这样 那我怎么做呢 我就会 哎呀死了 今天一开始又不开心 不会这样想 我说我有罪性 所以我会这样 而是我会怎么样 耶稣在爱我的 耶稣祝福我今天 本有神的一面的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我选择喜乐 我就是这样的 我一敏感到我自己 又有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我立即处理 所以你是多仇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多仇呢 有些人就 哎呀我真是 一仇呢 跟着自己控诉 控诉就有问题了 哎呀我整天都是多仇 我都是没用的了 哎呀学都不懂的了 那你就加多几重了 自己压低自己 一控诉就不行了 那又怎样呢 一有多仇 很正常 我都是人 我都会多仇的 但耶稣可以帮到我的 我可以起落的 神有计划的 我会罪的意念 有些人跟我说 哇我一罪意念 我觉得自己很坏 我会有罪 那我跟他说 我说我也有的 但我不会说自己很坏 我会承认一个罪 我有罪 但耶稣就是赦免罪人的 我有罪 我不是说没有事 这个是有事 不过耶稣真的赦免罪人 我就可以靠耶稣去胜过 所以有罪的意念 我不会立即控诉自己 我会立即选择跟从神 亲近神祝告 赞美神 我的心就释放了 这个很重要的 一有问题 不出奇 有问题不出奇 有问题不出奇 不需要控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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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耶稣立即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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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神的爱 宣告神的帮助 宣告神的帮助 宣告神的喜乐 可以起落的 可以得胜的 可以得胜的 哈利利亚 这样我们就能够得胜的 悲观了 看到事情 当然是在好的一面 但是在神里面 神是给我们盼望的 有信有望有爱 盼望的 这个神是似盼望的 神是光明的 不单止去天堂光明 是人生的路 会越来越光明 但是有些人 总是会看悲观 一杯水 当然是看半杯泡 总是看 我不够人那么好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聰明 但是我硬着不够聰明 我鼓励大家分享 感谢阿神 阿灵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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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多来分享 甚至多来说信息 或者带敬拜 带祷告 我鼓励大家去做 不要说 哎呀不行了 我只看半杯 没有的 那半杯 我做不到的 我希望大家说 我做到靠地耶稣 都可以做到的 用乐观的方法 我未够好不要紧要 下一次做好些 我都有曾经做过很多错的时候 个个都有的 我们靠耶稣去得胜的 或者小气 小气就是说 别人跟你朋友聊天 你的朋友少跟你聊天 那又不喜欢了 那其实我们的心阔一点 不要紧要的 我心祝福人的 不是要看别人祝福我的 但是有人习惯了小气 我心肯定是很难的 心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有什么事情呢 别人说一些话 就很容易放在心上的 那这个就要处理了 就告诉自己 最主要是神看得起我 神是我的朋友 而我对人好 我就越多朋友 我越是捉住朋友 那些朋友 如果我们捉住他 他越是 你越捉住他 他越走 朋友好像一条鱼 你对他关心 他就会喜欢 但是你经常都说 为什么你不找我 为什么你忘记了我 上个礼拜你忘记了我 你忘记了我 他就越是 你越捉住他 他就越走 那我们越是 能够有一个广阔的心 的人越是觉得舒服的 或者是胆怯了 即是没有胆量 那些人说 我真的很没有胆 做什么都没有胆 那你问自己 最可怕是什么呢 我最怕是什么呢 最怕的事情发生 是否很严重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 我们处理的 最怕的发生 那些朋友 每个都不错 是否很重要呢 其实不重要的 当你爱人 你一定有好的朋友 怕钱都没有了 神又会公平的 那你说 什么问题都好像没有了 事实上是这样的 神真是这样的 但当然我们 不要浪费有的机会 我会珍惜每一个 我有的 懂得的人 即是 无论他是不是朋友 或者是一个教友 一个我服侍的人 我都珍惜的 你们看到我 我很珍惜的 我很欢喜见到你们 你们说的说话 我会珍惜他听的 但我 不会因为人 有时会说 阿牧师 我都是不理会 好啊 欢迎你 OK的 不要紧的 我常常说OK的 不紧的 即是我不需要捉紧人 在心里 亦都能够放胆的 不用怕的 是游而不决的 其实我以前 都有游而不决的情况 但我就学习 即时 有机会 即刻要捉紧这个机会 不要游而不决 即是说 有些情况 我们在想想想 结果机会失了 如果这可能是一个机会 我们就可以开声 这个原因 我以前不太懂得开声 应该说话的时候 现在立刻去说话 我现在 当然我不能够说 所有圣情上的问题 这些我们本身的性格 那些性格 有时是在前意识里长期 但我们有天宣告的时候 心会越来越松 神照顾我 我不用担心 我可以喜乐 我可以乐观 我去前面是光明的 那这个处理性格的问题 会帮助我们 而且圣经里面 看到 其实神 有每一样的性格 但他是很完美的 圣经也有些人物 他的性格很完美 不过也有些软弱的地方 摩西是一个很游和 謙卑的人 不过他也有发怒的时候 他也不想去 他也有害怕的时候 但神也大大使用他 去处理了他们的问题 希望主帮助大家 但今天所说的 最主要回家 大家要去自己反省 你有些什么性情上的问题 需要处理呢 那如果 现在有没有人 有问题想问的 即是说 我有这个问题 都很难处理 这个性情上的问题 我好像觉得这么容易 太容易 我告诉大家 我1998年 圣经充满之后 我是真的不断处理我 各样的性情 我也都欢迎人跟我说话 告诉我 我尽量去处理 让我能够 即是我有急的一面 有push 推人 推得太紧要的一面 那我也不留意到 我也求助我 我不是容易发怒那些 但我又会有 另外性格的问题 即人都会有 我希望大家都会去处理 有没有想问的问题 是 我见你这些负面情绪 你们可以很容易很紧 快点解决到 但对我这个 我是不开心的 整天到晚上才反省 很难 怎样 不知怎样 OK 好 那要点就是这样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那时候 让神去和祂化解 就不要让祂一直下 你只得祂 就一定是祂是不开心的了 那怎样做法呢 就用我这些师父的得性不悟空 我知道自己不开心了 不开心是不好的 圣经处理我是可以起落 神会有方法的 即是找出那个原因 有时因为我们会不开心 因为会觉得自己失败 别人不喜欢我 事情不顺利 即是会有这些原因 或者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我们自己去 一定要这个第三个部分 用圣经观念处理 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好 你才能够松开 我坦白说给大家知道 曾经有些人跟我说 一些伤害性的说话 最近都有的 我说给大家知道 我心都很危险 是很不舒服的 我亦都晚上醒了过来 即是心很不舒服 但我就一路化解 我就说 当那些人看到一些问题 看到好像天独大的时候 其实问题连续是这么大 是可以处理到的 我亦都跟那些人沟通 沟通之后发觉 真的他们有时夸张了一些说话 他说的时候 不需要打倒我的 这个问题存在 我是跟他有一个距离 即是我看神 看得很紧张 有些人 他不犯他 就是看人多些 那我要去帮他们的仇 的而且他会有一些 不好的感觉 那我就 那个答案就说 好呀 我用你们的方法 尽量接近你的方法 去帮助你们 那的时候我就放手 我亦都放手 我说OK 我做了就做到 我做不到OK 或者这个事情 不是我做的 那我就接受了 但我又不是灰气 我又说 那你会看看 我是否适合做 那结果又说 OK 都是你做的 就是 总之 那些 我会不要给那个问题 我始终 我要解开 我不会等到晚上才解开 我会尽快去解开 那我求着帮助大家 能够尽快解开 那时间关系 因为我想有 服侍祈祷的时间 其实我 我都会将来更多的 这些 让大家粗恋互相 祈祷的时间 那但是呢 我记得今天很多新人 都会为大家 服侍祈祷的时间 那我想说呢 就是呢 在这个祈祷的时间 很重要 你看一看我 我怎样去为人祈祷 我的心灵 涌向神 不是只是我的思想 去讲给神听 怎样有色灵充满呢 我去到Felicia的教会 我怎样帮助那些人 经历圣灵 我不是只是讲的 是我整个灵去涌向神 那些人 有些即时就说 就经历到神的灵状 那这个怎样涌向神呢 首先就是 曾经讲过 思想意志感情 整个思想认同神的 整个意志完全跟同神 还有感情 真的很喜欢神 所以我为人祈祷 我正在喜欢神 你女人耶稣你真是好 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能力的了 就是欢喜神 所以我为你祈祷的时候 就想着耶稣服侍我 啊 神真是很爱 耶稣真是好 就是 他这样去 在这个作体 更加容易服侍 Joyce我也想再回答 有时呢 譬如有些人习惯了 低层很低 那你要升起的时候 有时都不是一下子明起来 那你做什么呢 就是每天数算 有什么因应 还有去感谢神 你感谢神 去赞美神 一段时间 心会松一点 就是有些处理 可能 这样的东西 可能处理到一些 未必处理完的 但也都是去赞美神 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方法 看圣经有一个好的方法 神的坏会帮我们 一路赞美神 感谢神的心会松一点 我希望大家在肚子的时候 放松成人 耶稣 我喜欢你 想象自己已经去到天堂 如果天堂你明天不用上班 不用想着 当然我们明天要上班 但你的心态就是 不要想着上班 就是想着 放松个人 以靠耶稣 可不可以 是否说得太简单了 其实可以的 但有时候未必一下子做到 不要紧要 继续努力 好吗?